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月31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再为您带来的只有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仍然要关注到的是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进展 在1月30日出随着湖北省红十字会一张物资使用表格公开 中国的社交媒体就炸了锅 表格数据显示武汉红十字会一共发放了口罩24.5万 其中流向抗疫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只有3000个 而莆田系医院武汉仁爱医院以整形为主 竟然获得了1.6万个口罩 1月31日下午4点的时候 湖北省的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发布了 湖北省红十字会关于N95口罩36000个接收和使用情况更正说明 结果这篇纠错文章再次犯下低级错误 落款时间居然是2019年1月31日 再度引发了一片谴责声 湖北省红十字会物资使用情况显示 莆田系的武汉仁爱医院一共获得了1.6万个口罩 而上游新闻的记者搜索到武汉市莆田医院名单 发现武汉的人爱医院赫然在列 相关资料显示 这座位于武汉市解放大道的348号的私立莆田系医院 打着专制不孕不欲无痛人流的广告 此外在武汉市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定点医疗机构中 武汉的人爱医院也不在其中 截至三十一日早上八点 有网友咨询医院的统一挂号预约平台 收到的是这边只接受妇产科 不接受发热病人的回复 为何抗疫一线的武汉协和医院只分配到三千个口罩 而非定点的武汉仁爱医院却分配到一点六万个口罩呢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 武汉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回应上游新闻记者表示 口罩等防护物资要由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调度 如果医院需要物资 首先需要向防控指挥部申请 申请通过后 医院可以拿着审批单来武汉红十字会领取物资 我们这边就相当于一个仓库 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的物资要由卫健委和疫情防控指挥部 根据医院需求申请进行调配 但是湖北省红十字会纠错文章再犯低级错误 落款时间居然是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月三十一日下午四十的时候 湖北省红十字会在官方网站发布了情况更正说明 上述说明表示 省红十字会对有关的信息进行了复合 发现的确因为工作失误 导致公开的信息不准确 先将捐赠的N95口罩三万六千个 更正为KN95口罩三万六千个 流向武汉仁爱医院一点六万 武汉天佑医院一点六万 更正为武汉仁爱医院一点八万 武汉天佑医院一点八万 上述说明还显示 一月二十六日一家爱心企业 向湖北省的红十字会 捐献了三点六万个KN95口罩 经常卫生部门了解这样型号的产品 不能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定点医院 一线的医护人员防护 但是可以用于普通防护 当时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武汉仁爱医院向省红十字会 发来紧急求助信息 提出也参与了新冠肺炎防治工作 在本医院也有很多发热群众 后诊就医急需防护用品 经过沟通 本着人道救急的客观需求 和当时的物资现状 捐赠给了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 一点八个口罩 武汉仁爱医院一点八万个口罩 连人大跌眼镜的是 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的这条纠错信息 再次犯下低级错误 文章落款时间居然是二零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而此文一出又再度引发了一片谴责声 红会的闹剧还在继续 一会发票写错一会口罩型号写错 最后居然落款也写错 真是服了 落款时间又写错 他们压力也太大了 网友如是评论道 而随着武汉封城的不断加强 这种封城措施到底是否有效 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江西九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有一封致函湖北武学市政府的罕见 其中写道为了加强当前的疫情防控工作 九江市实行严格的交通管控 工作中发现武学市仍有部分非法运营的交通工具载客来巡 而黑车载客农用船私渡旅游发生 甚至出现了水盆滑渡过江的现象 疫情防控隐患极大 群众生命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恳请武学市加强对非法运营车辆和船舶的管理 防止此类现象发生 而其中武汉以及湖北人用水盆滑渡过江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 纽约时报今日发表观点文章武汉封城与极端政治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作者是独立评论人校署 文章写道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生态的长期失衡 是极端政治 而这一点震惊世界的武汉封城可以说是最新佐证 迫于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来势凶猛的压力 一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武汉官方突然颁布了封城令 而随即封城模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扩展 不到两天时间湖北已经有十三城封城 这实际上已经不止封城 而是几乎整个湖北封城 虽然中国网络上似乎很多人认可封城的必要性 尤其是十凤春节这一出行高峰期 但是也有不少质疑和抨击 此举在国际专家中颇具争议 世卫组织第一时间发声 其驻中国代表高丽在采访中表示 据我所知试图封闭一个一千一百万人的城市人口 是科学上的新课题 这样的公众卫生措施前所未有 所以在现阶段会不会奏效还很难说 其审慎显而易见 其实争议不仅在于应不应该封城 更在于如果万不得已封城 到底应该怎样封城 而且从事理和法理两个层面展开讨论 武汉封城官方当然要为自己辩护 从事理层面考虑 封城的积极效应上难断言 而封城的严重后果却已见入冰山一角 后果之一是因为封城导致的公众心里的巨大恐慌 恐慌首先表现为疯狂抢购 各大超市封城当天早上刚开门 市民就蜂拥而至 因为供不应求 各类日用品和蔬菜价格扶摇直上 多家超市货物上上变得空空如也 数天后才大致恢复供应 恐慌还表现为各大医院防护物资质极度短缺 甚至口罩都供不应求 中国的大多数医院都是公立医院 按其行政级别或属地方卫健委 或属国家卫健委 由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政府全力保障供给 但显然封城之后 无论哪级政府都失去了保障能力 情况十万火急 从来只会体制内生存 对政府唯命适从的十几家公立医院 不得已越国政府集体向社会呼救 请求紧急援助 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公共历史上 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卫生事件 更让人担忧的是 虽然有海内外人士群起响应 源源不断的捐赠物资 却因为物流难以抵达武汉 有求有共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长耿组 可见指挥调度之混乱 恐慌还表现为武汉难民的流离失所 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所称 受到疫情和春节影响 总共有五百多万人离开了武汉 其中仅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封城前 当天经由高铁外逃的民众就达到了三十万之巨 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难民 但是对规模如此大的难民 无论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 还是流入地的各级地方政府 并未彼此协调和出台任何系统安置方案 流出地的武汉市政府放任不管 流入地的地方政府大多强制驱赶 这样的方面对于各地的疫情防控 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而另外一方面各地粗暴执法 难民权力难以保障 因为遭到驱赶流离失所的武汉 难民不乏其人 周先王后来接受央视记者专访被问到这一问题 却仅对各地政府驱赶之举表示理解 对被驱赶的武汉难民的危急状态及其权益 却不致一词 以上朱端皆细粗暴封城之逻辑必然 对封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没有评估 没有精心准备相应预案 没有可操作的配备措施 只求把武汉市民尽可能封在武汉市内了事 而封城之后问题一个个踢爆 他们才事后诸葛亮斑有所意识 但是被动和局部应对五不捉襟见肘 比如在封城令的前一天晚上 政府下令市民出门必须戴口罩 不戴口罩就是违法 但是却迄今没有办法解决口罩供给问题 所有店面口罩一直断档 至于封城的法律程序更是无从说起 按理说如此规模的封城非到紧急状态不可为 而是否紧急状态不是任何人任何组织可以拍脑袋说了算的 必须依据法律 也就是说法无授权不可封城 虽然中国没有紧急状态法 但是并非完全无法可依 有两部性质接近的法律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这两部法律均规定 无论是宣布戒严还是宣布紧急状态 全县均在中央政府 武汉市集二十三号封城 二十六号又禁止私车通行 车主以交管部门的短信通知为准 所有的公司聚会 所有的公共活动一概强制取消 可见武汉事实上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却并非中央政府的公开决定 仅仅是武汉市政府的一纸命令 这么做哪怕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但是无论如何法理肯定不足 法律成绩上就经不起推敲 简而言之 笔者并不否认极端情况下断然封城的必要性 但是封城不仅仅需要决断力 更需要审慎 审慎不仅表现于对时间点的精准把握 对封城范围以及封城力度的精确把握 更表现于对于封城后各种可能走向的精确评估 对封城后维护城市秩序所需 广大市民日常所需的精准评估 以及建立这种精准评估基础上的周密预案 这一切都应该在封城前完成 随同封城令同意发布 给市民一颗定心丸 但是封城后的事态却表明这一切都谈不上 今天武汉当局对于武汉封城的辩解 主要是基于疫情凶猛扩散 可能殃及全国甚至世界 但是武汉封城无论是政治上如何正确 都不能否认需要技术含量 所以封城之争不仅限于非黑即白的泥脑 要么封要么不封 更重要的是如何封城 封城之仓促草率 只毫无章法不容争辩 也就难怪对中国政府向来恭敬的世卫组织 也对武汉封城颇为罕见的持审慎评价 但如此极端之举 放在中国语境下却毫不奇怪 完全符合体制逻辑 事实上如此极端之举远非第一次 封城之前当政者们对于疫情的扩散已经极端不作为 精力主要是用于维稳 讨论疫情的医生被约谈 披露疫情的网民被传唤 武汉的科学家在一月初就已经减出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却被认为新型冠状病毒 这一突破进展为疫情防控赢得了宝贵时间 但是却被锁进了保险柜 截至一月十一日发布第四次疫情通报前 武汉已经有长达五天的空窗期 没有任何通报发布 而一月十一日之后又撞上了地方年度两会 省市两级政府重心全在两会 疫情无人问津 以这两会期间所谓的疫情通报 新增病例一概归零 报纸上更是一派歌舞生平 武汉市民难以知情无从防范 疫情防控之后又过度反应过于猛烈和夸张 对于社会形成了强刺激 尤其是对于致命性可能较低 轻者可自愈 远远没有讲清楚 导致了全民的过渡性恐慌 形成了普遍的次生性障碍 当政者在武汉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 可以说是这两种两极震荡的经典案例 一方面极度任性和自恋 拒绝任何制约 一方面对于现代治理极度无知和排斥 迷信土方治国 此类极端心态出导下 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 不可能有中道理性以及生态均衡的现代政治 不趋向这个极端就趋向那个极端 两极震荡就成为常态 必带其元气耗尽 资源耗尽惯性耗尽 才有望终止 但是这个时候 整个社会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烈代价 而近日有网络消息说 武汉协和医院有医生因为物资短缺 以黄色垃圾袋做防护服 并且手工制造口罩 这样的消息曾经被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转载 但是今天环球网却进行了辟谣 说武汉协和医院刚刚发文 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并没有因为物资紧缺影响正常工作 各项防治工作正在有条部闻加快进行 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图片中以黄色垃圾袋做防护服和手工制造口罩 并无其事纯属谣传 但是文章却没有具体说明这些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图片到底来源如此 如果是谣传却为什么被拍摄了下来 而现在武汉当地的医护资源到底紧张到了什么程度呢 国务院发文说一次性的医用护目镜在供给不足的紧急情况下 经过严格消毒后可以重复使用 文章写道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 向各地印发了关于疫情期间防护服进口等有无问题的通知 而通知指出从国外紧急进口符合日美欧等医用防护服标准的产品 企业能够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简医报告 并且做出产品质量安全承诺的可以应急使用 一次性的医用护目镜在供给不足的紧急状况下 经过严格消毒后可以重复使用 而备受外界关注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在经过了两天的神影后 又有了更新的消息 据当地媒体报道 1月31日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 赴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督导施工进展 并且召开了现场办公会 会议特别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最高指示精神 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坚持医疗标准 加快建设速度 确保雷神山医院暗置保量投入运营 来到施工现场的周先旺查看了建设材料 询问了施工细节 也了解了施工进度 随后又到样本间查看 询问了医院的医疗器材办公用品的准备情况 同时他还表示 要共同把雷神山医院建设成为设备优良 功能完善的样板专科医院 提振患者市民以及社会各界的信息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站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